你用一些最攻擊性的問題來問 我們的想法很重要 即是你這個人民力量 號稱自己全港第一唯一真正真實 真正的民主派 但其實以民主之名行獨裁之首 你以民主之名行獨裁之首 怎樣行獨裁之首 那些民主黨公民黨 用他們自己一套多元的民主 他們認為可行的策略去爭取民主 結果是被你罵到媽媽也不行 你說什麼民主 你是否支持真正多元民主呢 我都不要說民主黨了 公民黨不去拉布 你都在你們的言論空間裡罵到他們媽媽也不行 其實就是獨裁 怎知真正支持民主的市民 根本是不會支持人力的 很感謝你的意見 有沒有人想回答 我試一下回答 你問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其實今天呢 今晚了陳正輝 其實在油麻地製作了一個講座 說反思一個罵爆文化 其實我很想去的 不過很認識因為有工作 昨天晚上我就不去 如果說我們在麥克風罵人 叫做獨裁的話 這個世界就充滿著 周街都是獨裁者 你獨裁還是 有國家機器可以鎮壓人 可以抓人去坐牢才叫獨裁者呢 沒有這些事情你怎能叫獨裁呢 我告訴你 言論自由是什麼呢 言論自由是針對公權力而言的 即是公權力 他可以用他的警察 可以用他的法院 就是不讓你們出聲 你現在所說的是 我們在批評其他人 首先我們沒有這麼嚴格去批評公民黨 我們覺得他是同路人 這個是受了別人誤導的 我們是嚴厲地批評民主黨 現在你是在說 我們沒有批評民主黨的言論自由 對不對 批評民主黨也是言論自由的一部分 反過來你們可以批評我批評民主黨 你就不能夠限制人去批評人 何況網上批評得最多的那些 喂 一定不是我們 有些是我們的支持者 有些是五毛 這個世界 大家互相批評中進步 對嗎 對嗎 現在你說我們很批評其他民主黨 其實他就是不准我們批評民主黨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言論自由 我們一班人 喂 只把口 什麼權力都沒有 大眾傳媒都沒有 是靠說幾聲 你就說我們獨裁 我們籠戰民主 這個實在太好笑了 是不是 誰聲大 有人用抗音機 來壓制我們的發言 你拿著TVB 拿著商台 那些是大型抗音器 我不過呢 找手中的喇叭 喂 你這樣不對 你說我獨裁 這個世界是獨裁 這個世界是獨裁 黑白戰 這個世界是獨裁 這個世界是獨裁 就是這樣 你說 我們當然是批評民主黨 因為過去15年 他們作為第一大黨 是做過什麼出來 你看著政府根本要過什麼就過了 凡是針對民主的那些 殺局 23條都過的 如果不是田北俊背叛 是沒有機制去年 如果不是人民出來 也是過的 民主黨 15年 考試 每年都包尾的 喂 是你女兒你都會批評 是不是 拜託你不要自製 你都會批評 你這樣 令到我沒有專業 見家長女 是不是 我已經忍了你15年了 大哥 說真一句 如果我女兒15年了 考試 我還可以這樣 可以跟她說 我覺得自己收養太好了 收養 我老婆那些人 摸著她的頸子 就好了 是不是 15年了 考試 還有面子說